網台D100 Radio主持傑斯 今日被警方國安處人員 以涉嫌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罪拘捕 他早前涉嫌發起千個媽媽台灣作學計劃 計劃以眾籌方式雜誌 資助逃往台灣的香港示威者讀書和生活 籌款透過網上募捐 在去年8月傑斯拍片宣布更改捐款模式 說會刪除以往的捐款紀錄 並停止以前要填表約的捐款方式 改為純打賞模式 捐款人只需要將收據拍下 其後會刪除紀錄 而在去年11月 他和太太和女助手被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拘捕 指他涉嫌洗黑錢和資助分裂國家罪行 警方國安處人員說 經準一步調查之後 今日再拘捕結束